我们武汉人特别喜欢讲巧皮话 比如说 徐赏电灯 早饮 早饮就是 酷了脸 周中华特别多 说起来 语一哈子 诶 识哪个识 那么起来吗 我是文杰 游到星期六了 我们学讲武汉武汉的食品 游来了 瓜子糖绝美好 哦 还有茶 我发现一个规律 大家特别喜欢武汉的巧皮话 那今天我们棘手说武汉的巧皮话 尖扮演 武汉人特别喜欢讲巧皮话 比如说 耍子叼了毛 紧是扮演 这个耍子上面的毛都叼了 是不是都是胭子呀 则是板则是演 又扮演 就是说这个人有笨识 但是紧是扮演的 不是说这个人笨识满达 而是说这个人就是个识经 一哈要搞这个 一哈要搞哪 用北京话说 就是事事的 比如说我以前的领导 一哈要我走这个识 一哈要我走哪个识 就是耍子叼了毛 紧是板眼 哼 我不走了 要比如说 猫子叼了爪子 扒不得 我是叫扒嘞 这就叫扒一下 把它扒开 猫爪子叼了 就不能扒了啥 扒不得的意思 你们都晓得啥 说了猫子 再说狗子 狗子起词吧 狭子起词吧 咳咳咳咳 这就叫狭子叼 狭子叼的意思就是 不分倡户里难说话 有时候有点趋留 越说一个麻木活多了酒 我跟你讲 我武汉有两套房子 我还要和深圳买两套 不经再买两套 这个就是狭子叼了 虾片或桂桐 有一点相似 都是男讲话 萱扒 壹侠有那么以量去真华 桂桐çon 完全没得真华 故底的爸爸 泡 overarching 这个就叫 这个东西就rete 爸爸说到底 快点把它翻个面 掺起来 这样子 Brief 糊了 哎呦 相对不能男室 要不然会招家里叻 见了一只海 吊爱之海 海是个海 鞋子 武汉话叫孩子 那孩子 武汉话怎么说呢 孩子叫哪吒 海是个海呀 就是之前都是 博着我里 无用功 博忙活一场 最后 跟大家们聊个巧匹华钗 点灯瀑布搬家事模式 欢迎来评论区留言告诉我 记得要跟我点个赞啊 点赞点赞点赞 拜拜